观察右图,坐标平面上1点P,它的坐标为-24,到两轴的距离为何呢? 那么我们先说明一下两轴的意思就代表是X轴及Y轴 所以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就是P点到X轴的距离以及P点到Y轴的距离 那么什么是P点到X轴的距离呢? 我们先将X轴涂上红色 涂上红色之后我们来数一数P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为多少? 1格,2格,3格,4格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P点到X轴距离就是4 那么接着我们将Y轴画上蓝色的线 数一下P点到蓝色的线有几格? 1,2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P点到Y轴的距离为2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P点的坐标和X轴的距离 以及Y轴的距离会有什么样的关系? 我们观察到P点的坐标它为-24 那么它到X轴距离是4 和它的Y坐标刚好相同 为什么会刚好是Y坐标的值?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点坐标会影响它上下的为Y坐标 所以其实Y坐标对应过来这个点到远点的距离 其实就刚好是P点到X轴距离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P点到X轴距离就会刚好等于点的Y坐标加上绝对值 加上绝对值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点都和P点一样在X轴上方 也有可能点在X轴下方 那么这个点它到X轴距离 我们去看它的Y坐标 它的值是负值 可是距离这件事情并不会是负的 所以我就给它绝对值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点到X轴距离是它的Y坐标加上绝对值 所以以这一题题目问的P点到两轴距离 我们就可以知道P点到X轴距离会等于P点的Y坐标的绝对值 那么就是4 相对的如果我要看点到Y轴的距离 其实我会看的是X坐标 所以我们将X坐标加上绝对值 就代表它到Y轴的距离 所以以这一题P点到Y轴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值会等于X坐标的绝对值 那么也就是2